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 颠覆议会文化 提高议事质素 前无古人 看怕都后无来者 欲敏议坛搞事录 经典重温 香港除了搞革命没有第二条路 不是扔你鸡蛋 就来扔你汽油蛋 我告诉林郑月娥 别以为好有趣 继续说 废台 无一样 开门的时候 欲敏议坛搞事录 经典重温 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 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 请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我是杜汶泽 你还不课金 以史为监 可知轻提 历史没有余果 只有教训 荣欲成败 皆有限期 外户离合 不在情感 而在势力 世傾則绝 利窮則散 历史在笑二 民国史系列之一 容共与清党 主讲 王毓民 主讲 王毓民 有限期的难题 在哪里呢 就是说 廣东方面 汪兆明 陳公博 顾万瑜 金乃光 何香盈 陈树仁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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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潘 勻超 九位 委員出席的问题 這九个 都是依附武漢政權的 一直都是反对南京的 又反掌的 而且被公認在兩次廣州事變之中 有份參與疫謀 有些砌詞為叛逆者辯護 所以中央監察委員 蔡元培、吳敬恆、張仁傑、李玉瑩、李宗仁等人 提案檢舉這九個人 要求不准汪兆銘等九人出席會議 如果這九個人沒有出席四中全會 即是在四中全會確定的新的中執委人士等等 就一定沒有他們的份 將他們排出國民黨的領導層 即是說 這是一個相當有爭議性的問題 但既然要團結 又何必繼續搞分裂呢 所以在一月七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 議決汪兆銘、陳公博、金乃剛、顧曼儀停止出席全會 但是何香盈、陳樹仁、黃發勤、黃樂平、潘雲超 那五個就未解決 蔣介石為了解決這個難題 在一月二十八日再次邀請 張仁潔、潘海、李玉營這些大佬 再回商 決定召集一次執監委員的聯席會議 即是中央執委和中央監察委員 就開一次聯席會議 將何香盈這五個人的出席問題 就要討論一下 然後再決定 在這個1月31日 在中央黨部召開執監委員聯席會議 就經過這個蔣總司令 再三對中委做一些調解的工作 各的中委也要團結為眾 於是對何香盈等五人比較能夠諒解 於是就在這個31日舉行的 中央執委和監委的聯席會議裡 就做了決議 就說何香盈、陳樹仁、黃發勤、黃樂平、潘雲超 五個委員 雖然前經中央監察委員會檢舉 這次聯席會議就共同討論 就認為應該被他們朝上行使職權 這就是基於黨內團結的原則 就解決了這個難題 在這個2月1日 即是民國17年的2月1日 到了南京的中委 就舉行四中全會預備會議 也都決意全會在2月2日上午正式開幕 蔣中正譚延海 于又任主席團主席 李仲公就是大會秘書長 這個醞釀了半年 即是說武漢分共之後 國民黨要重新團結 又醞釀了半年的四中全會 那個日期終於是確定 好了 確定了日期 其他那些就好辦了 所以這個是國民黨 即是重建中樞 重新整合的一個結果 在2月2日 四中全會在南京的丁家喬 中央黨部大禮堂正式揭幕 出席的中央執監委員 白雲梯 張仁傑 李烈君 蔡元培 陳紹英 王實柏文衛 朱培德 何應音 丁超 吳宋子民 潘雲超 朱齊青 陳樹仁 京鏗義 於有任 邵力子 楚文 余陳果夫 蔣忠正 何香瑩 李玉瑩 丁維芬 王樂平 王法勤 妙賓 譚延海 郭春濤 李宗仁等29人 由於有任做主席 蔣忠正 至開會池 在蔣忠正的開會池裡 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大家可以看看螢光幕 從前共產黨來防害我們的革命及本黨的主義 我們已經曉得了他們的陰謀把他們推翻了 至今純粹的忠實同志 絕無其他參習期間來開今天的會 可以說今天的會是本黨中興的一個會 亦是中國中興的一個機會 這段說話的意思是 其實是國共合作第一次 合作已經是破局 是吧 即是 結束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個時期 亦都結束 這個四中全會 是沒有共產黨份 是吧 之前國共合作期間的全體會議 是有共產黨參習期間 現在是純粹國民黨的忠實同志 是吧 來開這個會 甚至有些附共或者親共的 都沒有辦法來開這個四中全會 所以這個不僅是 中國國民黨中興的一個會 亦都是中國中興的一個機會 這個就是蔣介石在四中全會 至開會時的其中一段 這個四中全會的任務是什麼呢 第一 就是消除至寧漢分裂以來的黨內糾紛 促成黨的全面團結 第二就是重建黨政領導中心 黑旗北伐 以完成國民革命 第一個是很重要的 是吧 寧漢分裂以來 黨內不斷出現紛爭 即是黨內的權力鬥爭 互鬥 甚至乎軍事衝突 非常之貧盈 這一個會 就要促成黨內的團結 是吧 寧漢分裂 現在寧漢合作 是吧 重建這個領導中心 然後另一個就是 定一個時間 是吧 即是 要繼續北伐 完成這個國民革命 統一中國 所以呢 關於那個團結 就是黨內團結的 那個任務呢 就大會決議 就將寧漢雙方的決議案 就交給這個執行委員會 和監察委員會 常務委員的聯席會議審查 是吧 是吧 即是說 武漢也好 這個 就是 南京也好 他們都有些決議案的提案 是吧 那這些提案呢 就要交給 這個中央執行委員 和監察委員的常務會議 聯席會議 去以決 審查的原則是什麼呢 第一 就是犯規聯俄用共政策 有關的決議案 一律取消 即是說 你南京通過的 或者你武漢通過的 如果和聯俄用共政策 有關的 所有這些決議案 都要取消 因為那時候 兩個中央 南京一個中央 武漢一個中央 他有他通過的議案 南京有南京通過的議案 那這些議案就拿來給 現在因為要重新整合 黨內團結 那麼 要重新審查 南京和武漢的這些決議案 那麼原則是兩個 一個就是 如果和聯俄用共有關的 決議案全部取消 因為已經是 宣佈對俄絕交了 第二 凡是因為反共的關係 開除黨籍的 一律無後 關於這個部分 大會就決議改組 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 重新推定 執行委員會 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而這個中央執行委員會 就行使常務委員共同負責制 和常務委員 中央執行委員會 還有一個常務委員 那些叫Standing Committee 中常委 等於現在共產黨的政治局常委 這個常委就是 蔣宗正譚延海丁維芬 朱佑任大季徒五個常委 那就是五個最大的 知道嗎 那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 行主席制 國民政府就是譚延海做主席 軍事委員會就是蔣宗正做主席 一個就是負責國民政府 一個就是負責軍事委員會 於是就策劃繼續北伐 這個四中全會 嚴格來說 就是蔣宗正、蔣介石復出之後 是正式完全不受障礙領導中國國民黨 甚至領導中華民國 也是中華民國的唯一的軍事強人 政治強人 一直到1949年 就是國民黨戰敗下野為止 由民國十七年開始 到民國三十八年 這二十一年 蔣介石就是這個中華民國的政治、軍事強人 當然北伐之後 另外一場由他領導的對外戰爭 其實應該是抗戰 八年抗戰 由1937年至1945年 蔣介石其實就是在北伐成功之後 當然四中全會之後 然後就繼續北伐 然後北伐很快就統一中國 這個是他在整個政治人生裏面最高峰的時期 但奈何真是中國 中華民國國運是有問題的 因為共產黨從未停止搞叛亂 當然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歷史就由勝利者所讚寫 今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習近平領導底下 他就成為世界的超強之一 但你看回歷史 如果沒有過去 在49年之前 在俄共的卵域之下 如果沒有日本侵華 要打八年抗戰 當然我們經常說沒有如果 但事實上就是發生了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造成了一個結果 但我們要從經過和結果 原因經過結果去吸取教訓 四中全會在2月2日召開 2月7日圓滿結束 接著就確定新的人事 接著就繼續北伐 繼續北伐很快的時間 因為國民黨團結一致 力量就夠大了 於是就很快 這個所謂的國民革命 就得到成功 我們就留下一節 講北伐成功之後 國民政府 由搶中司令代表 中央和這些軍事將領 制告北伐成功 國共就一次合作 或者聯合容共 就在北伐成功 統一中國之後 其實之前就等於開四中全會 那些已經是 大家都知道 一心就要北伐 然後是討伐共產黨 要消滅共產黨 下一集我們就會 做一個分析 所謂的國共合作 這五年究竟它產生的影響 有多大 有些人說聯合用功 政策也有好處 但我自己讀歷史 我真的看不到它有什麼好處 對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好處 當然你硬說有都可以 到最後就是 共產黨的陰謀敗路 促成國民黨的團結 然後北伐成功 都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說 那就是它的好處 它都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但是實際就是 基本上就是 完全是一個 侵略中國的陰謀 是俄國人 是俄國共產黨 要赤化中國 搞世界革命的一個陰謀 但是這個陰謀 不打亂撞到最後 就變成 就是助大了這個中國共產黨 然後變成 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歷史就是 非常之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樣 是吧 這個 蔣介石就成為軍事強人 政治強人 是吧 由這個民國十七年開始 是吧 到了民國十七年 到民國十八年 從1949年 國民黨戰敗 他下野 然後去台灣為止 去到台灣 他都生聚教訓 幫台灣 建立一個 所謂 安定繁榮的局面 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吧 所以 有時候 我們讀歷史 其實就會有很多感慨 是吧 但是 他都是脫離不了 所謂的權力鬥爭 脫離不了人性 就是那個醜惡的一面 是吧 所以 世人都犯了罪 就是這樣 是吧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再見 為了 我 你 在 駭 一 到 右 右 右 左